真的很漂亮 暗地移動 因為如果是新版蝙蝠夾跟小丑一樣黑暗的話 那這樣子 片上沒有這麼愚蠢啦 哈囉大家好 我是Sherry 今天要來Holy Share就是 DC要有新的宇宙了 平手 前陣子根據外媒的報導 海克力士將有可能會在最近加入MCU喔 說到海克力士大家可能會覺得不太熟 在漫畫裡面他是奧林帕斯的力量之神 那爸爸是天神宙斯 而媽媽則是某個國家的人類公主 那海克力士跟索爾一樣都擁有很長的壽命 而且從古希拉的時候就不斷守護人類到現在 最後也成為復仇者的一員 雖然說目前並沒有釋出更多像是 角色造型或是演員的資訊 但看漫畫這種身材應該也要找一個身材魁梧的演員吧 身材魁梧的演員 你說像巨石槍身這種嗎 而根據外媒推測 海克力士最有可能會出現在以下三個漫威電影中 第一個就是永恆族 因為永恆族的時間軸據說要拉到幾萬年前 說不定就是海克力士剛出生的時候 然後再來第二個可能就是雷神索爾斯 因為在漫畫中他們兩個本來就是實力相當 而且是那種打架打撈變成好朋友的那種關係喔 然後再來第三個可能就是 女浩克 因為他們在漫畫中有交往過喔 讓我們回到第二則新聞 《奇異博士2》延期上映 導致漫威電影時間軸道亂 導致漫威電影時間軸道亂 漫威最厲害的地方就是 他們都會在每部電影裡面 為之後的電影買下很多服務品 如果想要看漫威片尾分析的畫面可以點這邊喔 那在第四階段中呢 漫威更是讓影集的劇情加入了這次的電影中 讓整個MCU更加豐富 原本漫威第四階段的安排時間順序是 今年年底上映的 《汪達幻視》影集 再來就是2021年的《洛基》 所以就變成《汪達幻視》 《洛基》 《索爾4》 然後再來才是《奇異博士2》喔 那這兩部電影上映的時間交換 其實對他們的劇情有一點影響 如果《索爾4》比較早上映的話 會有兩種發展的可能 第一就是《洛基》影集中 跟《奇異博士》有關的多重宇宙元素會取消 或者是會移到《汪達幻視》的影集中 再來第二個可能就是 《索爾4》中的《洛基》 根本就不是2012年穿越時空的《洛基》 而是之前傳言很有可能會出現的《小洛基》 也就是說《索爾4》電影會比較像是 獨立出來的故事線 但是不管是什麼 我都超期待《索爾4》的 哈哈哈哈 有錯!就可以期待一下 第三則新聞 《小丑》電影太成功 華納決定要推出新宇宙 去年上映的小丑票房跟評價都表現超級好 讓華納想要再繼續往這個 DC暗黑版的方向發展 不知道最近的DC電影新版《蝙蝠甲》 有沒有可能帶入新的DC Black宇宙呢 我們已經知道在《新蝙蝠甲》第一集中 會帶入很多DC版派 像是《切爾人》、《彌天大聖》、《貓女》 還有《黑道教父》、卡麥法爾康尼 但還不會有新版的小丑 那導演陶德菲利普斯也親孔證實 去年電影的《小丑》跟《新蝙蝠甲宇宙》不是同一個 然後《切爾人》的演員 克林法洛在訪問的時候也有說過 新版《蝙蝠甲》會很黑暗 所以不知道新《蝙蝠甲》出現的反派 會不會有可能開啟DC Black的電影宇宙呢?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克林法洛的《切爾人》很有可能會是下一個 DC反派獨立電影喔 但是John覺得這個可能性有點低 因為如果是新版《蝙蝠甲》跟《小丑》一樣黑暗的話 那這樣子 玩具就賣不出去就沒有錢賺啦 怎麼可能會這樣子呢? 不可能 片上沒有這麼愚蠢啦 但你像這些消息官方都沒有明確的公佈 而且DC沒有像漫威一樣 有規劃出一個明確的方向 所以到底有沒有DC Black系列的宇宙 也不確定喔 那目前只知道 新《蝙蝠甲》三部曲 跟《爭議聯盟》DCEU 還有《小丑》分別都是不同的宇宙 然後接下來又有可能會有DC Black 直接變成四個宇宙 真的是有夠亂 太亂了吧 但是如果他們集結在同一個宇宙 我也是看不出來他們到底有什麼關聯啊 像是《神力女超人》跟《水行俠》 他們的劇情到底是有什麼關係 誰可以告訴我 我只知道Aquameez很帥 神力女超人很帥 他們到底有什麼關係 再來是第四則新聞 大家還記得去年上映的名偵探皮卡丘嗎 男主角賈斯特史密斯在電影裡淘氣的個性 還有跟皮卡丘可愛的互動讓大家都印象深刻 而這位年輕的男演員也在今年跟灰姑娘艾爾芬妮 而演了浪漫愛情電影《生命中的燦爛時光》 在這次Black Lives Matter的活動中 同為黑人的賈斯特 也錄了一段影片表達黑人族群在社會上遇到一些問題 除了這個之外他也在社群平台出櫃 表達自己作為黑人同志的身份 跟其他社會的黑人都是一樣的 他說作為一個黑人酷兒 我對那些嘴上說著Black Lives Matter 但一提到同志就鴉雀無聲的人感到非常失望 如果你的革命不包括黑人同志 那也算是反黑人 如果你的革命不包括黑人跨星別者 那也算是反黑人喔 他真的是很勇敢 順便跟大家分享剛剛John去車庫娛樂的發表會 搶先全球看到了 私宿列車感染半島的電影前兩分鐘的片段喔 超爽的 那這開頭的兩分鐘主要是在說一群恆國人 準備要搭船前往日本避難 但是不知道什麼原因的話 要改目的地改到香港 但是最後又演到韓國 我猜可能是因為日本也淪陷了 所以才改到香港吧 然後John還說船上突然有人變成喪屍 這一幕其實在預告片也可以看到 但是我們在預告片裡面 可以看到大部分的場景都是在韓國 所以他們到底會怎麼從船上演到香港 又演回韓國呢 不過在預告片裡面最讓我好奇的就是 既然有一個競技場 是讓人類跟喪屍互打的地方 這根本是在處刑吧 我怎麼人類要這樣殘殺自己人啊 我真的是很好奇耶 然後John還有說 這次車庫娛樂的老闆 其實有去爭取讓他們的團隊在台灣拍攝 可是失敗了 他們最後選擇去香港 但是沒關係 他們說如果這次的票房好的話 下一次團隊就有可能來台灣取景拍攝喔 那這不就是代表 還有第三集 是吧 最後跟大家分享一個消息 就是在AsiaGo的網站上面購買Funklo產品 結帳出入Tipers 365 就可以享有滿500折100的優惠 而且如果折完100還有買1000的話 就可以隨便自動一款發光跨波喔 好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覺得還有哪些人選適合演海克力士呢? 歡迎在下面留言跟我們說 那最後要喜歡我們的影片 也請你按右下角訂閱我們 也可以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還有我的IG喔 那就這樣啦 掰掰 掰掰 想看好萊塢明星收報銷中文點這邊 想看鋼鐵人變成反派 點這邊囉 齁齁齁 掰掰